我们都知道 英雄的某些属性会根据等级的增加来进行提升 例如法师升级并不会提升法术攻击 反而会提升物理攻击和攻速 可以说基本是没有收益 而战士刺客提升的物理攻击力 物理 法术 防御力 攻速等一些基础属性 都极为契合自身 相比法师 等级增加带来的属性提升收益更大 众所周知 新版江子牙能够通过风神这个技能 让队友突破15级的上限 达到25级 那究竟哪些英雄风神才能让这个技能收益最大化呢 经过我们长时间测试 给大家推荐三位操作简单 并且达到25级基础属性提升较大的英雄 3 万弹之首 鲁班7号 满级6神装 小鲁弹的战装输出能力在射手里面说第二 那肯定没人敢说第一 达到25级后物理攻击力更是来到惊人的1021点 相比15级的669点攻击力增加了352点攻击力 基本等于凭空多了两把破军 不仅如此最大生命值增加了2049点 物理防御增加了168点 法术防御增加了85点 攻速提升了10% 相当于多了一剑霸子的血量 一个经济护手和一个抗磨披风的防御 以及一把攻速匕首 那这么强大的属性 谁能在鲁弹的扫射下活下来 不过哪怕在鱼录模式中测试 能就需要刷到20分钟左右才能满级 正常对击中最多已经升到22级左右 不过这些提供的属性相较于其他射手 对于鲁弹来说是非常可观的 TOP2 万古之师老夫子 对比15级物理攻击力提升117点 最大生命值提升2504点 物理防御提升221点 法术防御提升25点 攻速提升30% 相当于多了一把苍穹的攻击力 一剑霸子的血量 一剑爆裂指甲的误抗 一把末式的攻速 看起来加成的数值是不是很夸张 但对于老夫子这种拥有高额免伤的英雄来说 实战的情况下只会更夸张 本来老夫子到了后期敲人就痛 二级和苍穹一开 那真的跟战神一样 到了25级后 MOBA游戏秒变RPG游戏 对抗路老夫子刷新 一等次来坦克奶妈盒输出 后一 深海狂杀蓝 把他排在第一位的原因是因为蓝刷起来非常快 在娱乐模式中15分钟左右就升到了25级 也是最有可能在常规队级中达到25级的英雄之一 25级可以提升158点攻击力 2350点最大生命值 208点物理防御 85点魔法防御 10%的攻速加成 并且成绩伤害会提升至4000点 基本上相当于两把暴风大剑的攻击力 一剑霸者的血量 一剑守护者铠甲的物理防御 一剑抗魔皮肤的魔抗 以及一把小匕首的攻速加成 但蓝本身就是半肉刺客 高额的基础属性的提升 能让他在打团中打出更多的输出 这么一个能扛能打 刷得还快的打野 我要玩江子牙 都不需要他开口直接封城 最后江子牙的炙热元素石 也开始返场兑换了 只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做任务 攒够150枚长安令即可兑换 兄弟们 你们还等什么呢 以上就是选择江子牙 给予一众英雄封城中 比较优秀的选择了 兄弟们可以切记一下 一开地名为 九夜很中二呀 得先有留言道 阿古都要拿啥克制 遇到几局啊 这个英雄好猛啊 想要前期打架的话 可以选培京虎 直接打野区压制 想要中期跟他皇城PK的话 可以掏出路纳蓝凯 这些都是天克阿古都的英雄